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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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天俄罗斯人会大吃大喝一顿 俗话说吃饱了撑的就是要找司机 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就开始完全斗比赛 同时也可以发泄自己的苦闷 最初是节日庆典中一群喝醉酒的男人互相耍酒疯 后来反而成为一项活动 他们称呼为群假日 在这一天俄国男人可以随便约假 在广场、路边、田野都行 大家视角上越多人越好 但双方人数必须相同 战斗民族的孩子年满九岁就可以参加这个打群假的活动 可以说俄罗斯的母亲在教会孩子走路之前 俄罗斯父亲已经教会了他们挥拳 俄国人的这个玩法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真的学不来 打架 是很多民族过节日时的保留节目 事实上很多民族在节日庆典中都有打架的活动 例如蒙古族的纳达木大会节日时的摔跤比赛 日本相扑 毕竟大过节的一群男人喝醉后是放下压力也没啥错 只不过俄国人的方式看起来更暴力而已 战斗民族群众认为这是展现男子气概的一项活动 战斗民族的女性们对战斗中的男人也十分钦佩 认为很有勇敢和有安全感 对此男人们都踊跃参加 据军舞军观察 绝大多数比赛结果都是光榜子的队伍胜利 谁能谨视下 不过也不用担心生命危险 一般周围会有专门的裁判 当一个人已经失去抵抗力 对方还在不断地攻击他的头部 裁判就会过去赤指 但是一场群架之后 鼻青脸肿 流血骨折啥的是不可避免的 但看起来每一个人玩得都很开心 瞧着哥们脸上被打的 赛后还得和对手拥抱一般比赛结束后 双方队员还会互相拥抱交流 你呀打得不错 我们呀都被你对掉两颗 明年接着来干呀 对方擦了下鼻血 你也不差 我肋骨都让你差点踹断了 下次老地方不见不散 前两届的中世纪格斗大赛中 20名毛子只用30秒 便打倒20个美国人 白色外套的维俄国人 终于知道中世纪格斗大赛里 俄国队为何那么强悍的原因了 人家每个人从小就是身经百战啊 开门 查识